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这两年 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异地 我觉得她对我特别地漠不关心 我并不是不关心她 而是工作性质不同 她体会不到我的辛苦 她宁愿跟游戏里的人说话 也不乐意跟我聊天 我十分地不理解 她跟我母亲的性质 简直一模一样 我真受不了 有两个人天天这样教我 我最近工作方面释出了一些问题 但我也需要实现调整 我希望她不要逼我 因为她大我几岁 之后我们要结婚 她肯定要承担起 男人该有的责任 但是现在我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张先生29岁来自四川 萧寿有请张先生有请 陈女士25岁来自四川 职员有请陈女士 欢迎两位啊 你怎么一脸瘦气包的样子呀 没有就是因为平时就是她是做主导的 我这边基本上就是瘦气的那一番嘛 所以已经面带瘦气之下了是吧 今天是瘦气包要来的啊 还是主导者要来的啊 要来干嘛呀 我们的话是因为通过那个手游认识的嘛 我打游戏认识的 我打游戏认识的 对 打游戏 然后在一起将近快两年 因为之前的话 我们两个也都是相处得很好啊 然后就快一年半的时候 她的工作出现在调动 然后就经常出差 然后就慢慢的她就开始打游戏 打手游 你们俩不就是通过手游认识的吗 那我是闲暇的时候我才会玩 我不是说就每天我一有空我就会玩 我不会啊 就是我很无聊的时候我才会玩 她的时候她是有时候打游戏 打到已经六七不认的那种地步 我是因为上班的时候 平时下班就是八九点钟 然后下班本来就很累 想打大游戏就放松一下 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游戏 那很正常 你打的不是一两个小时 你可以打八个小时 那我平时是在上班呀 我怎么打八个小时呀 你就是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打八个小时啊 一般都是十一二点我就没有打了 那你要睡觉了 那我不可能把你叫做 我再和你那个聊天吗 你有事没事你都得打 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他四点多的时候他说他有事 他说他趁空前时间 他想来我们单位看一下我 我说可以那你来 然后他一来 他一坐到我们办公室 他就开始在打游戏 然后我朋友他们就说 你怎么都不介绍一下 我说人家忙着打游戏呢搞不定 他这个时候已经听到我同事 再说你怎么不介绍一下啊 他还是在打游戏 就没有反应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 继续打他的游戏 你那个游戏的话 它是十一个人 十二个人的游戏 少了你一个人游戏 一样的是可以继续的 并不是说你停下来 就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一天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本身我过去 就是只是看一看 又不是说我就是飞过去 我就那你都是来看我 你打游戏干什么呀 那我在地铁上 那我那一把游戏开了 不可能坑队友吧 完了之后他空着手来 我就觉得 我就想替他打个原厂 我就找了个借口 我说我出去想跟他 完了之后我就买了一些水果 拿回办公室 我就说 这是小张给大家买的 大家都第一次见面 我说你们分着吃一下啊 这个我觉得是出于一个礼貌 也是我处事就是这个样子 完了之后他回去 就说我伤太多了 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就说我特别的爱面子啊这些 我说这个明明就是一个 礼节礼貌的一个问题 就姑娘的意思就是 她现在打游戏打的已经 六亲不认 行 六亲不认 就是六亲不认 这就算一个问题对不对 除了打游戏之外呢 工作嘛 还有 工作怎么了 对 他的工作也是就是属于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种 之前的话他还算比较稳定嘛 然后因为春节时期嘛 然后他们公司绩效不是很好 然后他就重新换了工作 他之前那个公司的话 也是经常出差嘛 然后导致绩效不好的话 就是说让他们去办离职嘛 办离职的时候 我跟他讲得清清楚楚 我说你去办离职之前 你要问清楚你的工资 你的提产 到底能不能给到你 还有就是你们的一些就是补偿啊 或者什么的对不对 嗯 然后他说好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 又是因为有打游戏 又说到游戏 我发着烧 就是感冒了 在家里面躺着 我八点多给他说我 我说我不舒服 他打游戏打到十一点才来问我 所以我就跟他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 第二天他就自己去把他的离职办了 办的时候呢 他就什么话都没有问 他就直接把那个离职签了 签了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签了 那你的绩效 你的工资这些 你有没有问清楚 他说我一定要签 签了之后 我在第二家公司我才能入职 然后他去第二家公司入职两天 他就说不行 不去了 就说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嘛 他自己当时也不问清楚 另外一家公司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盲目地去把这个离职办了 就是 心思并没有放在对自己 对 切身利益相关的这个职场上 对 是这意思吧 嗯 是这样吗 为什么呀 因为离职嘛 那个工资还有就是提成这些 他都是要发的 这个我觉得就没必要 太大必要去操心 就是这合同上都有 对 那就无所谓了 他现在也没有发呀 现在人家也不一定要给他发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上一个项目 那个尾款没有结 我那个提成没有拿到 这尾款结了 那个提成肯定是能拿到的 就是合同上都有对吧 对 那就行了嘛 有约定就好了 但是你注意点 像他说那个他什么不舒服 他给我说他不舒服 我都叫他 我说你去睡一会儿 我又不知道他什么不舒服 那你不会问呀 我哪里不舒服 你就让我睡 那我要你来干嘛的呀 你就天天让我睡 我自己不让睡呀 我这么大的人 我是神仙吗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我是你肚子里面灰虫吗 那你会问呀 你嘴长来就是要问的呀 行 这还是跟打游戏有关 因为打游戏你漠视我 是吧 对呀 而且他 你想嘛 这个年纪了 三十而立的年纪 没有存款 然后就想在家里面 就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那种 就不是特别的上进 就安逸于现状 就退一万步来说 父母是永远不可能帮助我们一辈子的 对对对 他不是也在努力工作吗 他没有努力工作 他经常去出差 他比如说出差三个月啊 比如说他二十号就应该回成都了 但他不会回来 他就在酒店打三天的游戏 然后再回来 打够了他才回来 你三个月没有见到我 你就一点都不想念我嘛 还要把游戏打够了才回来 因为他回来怕我说他 他就在酒店打三天 打够了他才会回来 那是因为我没有订到票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什么叫跑酒店面打游戏 我还有我同事一些都在那里 东北你订不到票吗 你三天订不到票 是什么样的一个春运吗 你遇上了 那次本来就 那个票就不好订啊 女生觉得男生不够上进是吧 对 你自己觉得工作努力吗 我还是挺努力的 一般在你们公司里面 就是在你那部门里面 你绩效 原单位绩效 你能排第几啊 就中等偏上的 那不是挺棒的吗 他骗你的 他不是中等偏上 你说你的绩效很好 那你去年一年的钱 你站到哪里去了呢 你的钱呢 三十岁了你的钱去哪里了呢 不跟你说 用了吗 他的钱经常就是出去跟朋友吃喝玩乐 要不就是乱花掉 要不就是被骗掉 之前他妈妈也帮他补过一笔钱 一个大窟窿给他补上了 他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一点担当 说了我说我 不去和他们一起玩那些 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但是你说的你也没有改变呀 你还是这样子的呀 丫头你累吗 我现在已经改了呀 我累呀我累得很 对呀谈个恋爱 这种你觉得不思进取的 胡玩乱玩的 沉溺于网络和手游的 你就走不就得了 你跟他叫那劲浪费你的情绪 但是我想着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了 你说感情肯定是有的 我想着我这两年的话 他多少也就是我说了他 他多少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因为我们我也喜欢他 但是我 你喜欢他什么呢 我就想要 因为他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是很好的 然后就各方面都很照顾 现在不照顾了 对然后就相处久了之后 我就经常会问他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呀 他就跟我说两个字存钱 我说谁还不知道存钱呀 你存钱存在干什么 你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规划 他都说不出来 那你希望他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我今年 就是好好的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存点钱 我这笔钱存的 我应该干什么 我买车我买房 或者怎么样对不对 或者是对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规划 多久之后你想要跟我 那这归根结底 还不是就是存钱吗 对 你看嘛我说了 我跟他沟通不了 这个我还想问问 他在日常生活里关照你吗 他是属于很笨的那一种 对什么事你得来说 你不要跟他讲 什么你要跟他讲他才会 他就看不见的 就比如说我有一天穿衣服穿少了 我说我冷 他他就说 那谁让你不多穿一点 我说难道你就不可以 把你的外套就是给我穿一下吗 他你跟他讲了他会这样的做 但是他自己平时想不到的 不会来事儿 你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样吗 因为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相对于是异地 因为一年之后我才到成都来到 我是内疆人嘛 然后就 你们俩相处了多久啊 相处的话如果说正式在一起 可能就半年吧 对 对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那一年的恋爱实际就是 在手游上谈的 对吗 对对对就是在打游戏啊 平时给他玩玩游戏啊 然后就是相对于异地打打电话那些 对对对对 就没有发现没有这么多好 所以其实就没有真实地去接触和了解这个人 对对吧 对对 然后当你真的到现实生活里面 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的所谓的你说的不上进啊 人比较笨啊 或者我们说的所谓直男这些问题 才暴露出来 对 他就是这么个人呢姑娘 所以我就想让他改变 那改不了啊 您快放手吧 还有每次我跟他说什么 他就说我错了我一定会改 我一定会改 我就无数次的再给他机会 跟他在一起快乐嘛 不吵架的时候都还好 一吵架他就像就是那种长辈 就管啊 管孩子那种 就可能就听着就有点反感 就有点起情绪那一种 我这个人就吃完不吃硬 你如果硬着来的话 我就感觉就像是热脸贴着冷屁股那种 你的意思是你跟我在一起 你的面子大于我是不是 你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说我的面子 但你也不用把我什么当成奴隶一样 看的呀 谁有把你当奴隶看的呀 就像关个灯 你明明就在那个灯边 你叫我坐这边呢 你叫我过来帮你关灯 然后拿个东西也是 你自己没有长手吗 那我要你来干什么的呀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呀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 我给你表现出来 那你自己也会看呀 就像你说我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啊 那你也没有照顾到我的情绪啊 你天天打游戏我照顾你干嘛 陪你打两码游戏 就是对你最好的照顾 不是没有打了吗 问你个问题呀 她跟谁像啊你觉得 她就跟我妈 还有我姑姑她们那些 就是反正性格都差不多 大爷说就一顿说 还想跟她在一起吗 说实话 想 就是一个女人天天数过 你为什么还想跟她在一起呢 她对我确实很好 就感受得到她对我的一个关心嘛 因为我之前也数过 数过几次对象嘛 就体会不到她这种感觉 就人家基本看你的德性也就走了吧 就是一个男朋友天天这个在那打手游 对吧 对 让她努力工作 她说我工作得也还不错 因为家庭条件好对吧 家庭条件不好 我说她自认为她感觉她家里 因为她家是房的嘛 要拆迁嘛 然后成都她妈妈也给她买到了房子 她就有恃无恐 反正我有房 反正买车家里也能给我钱买 我不需要努力 是这样吗 我没有这样想过 你是这么做的呀 那你表现出来就是这样 我也很 我自己挣钱啊 我之前确实是 你跟我这么说 你现在还问父母要钱吗 你说老实话你要不要 这段时间要 对不对嘛 三十岁了还在向家里面要钱 不是 那你还 你现在不是她老婆吧 不是 那你先别管她行吗 不管她 做不到呀我 所以现在很多女孩 从恋爱开始 就开始塑造 就捏吧 你不害怕 哪天你把它改造好了 你们俩没结婚 她跟其他女生走了 对 那也就是命里有始终需要了 哦 你认这个是吧 我认命啊 哦 您要认命 那就好办了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哎呀 波红牛看见没有 川妹这个辣劲啊 对 但是赵老师刚才说的对 你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改造自己的男友 嗯 但是你有没有找到 她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她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打游戏啊 哈哈哈哈 她为什么喜欢打游戏 不知道 你有没有继续的深究下去呢 不知道 男生你喜欢打游戏 你扪心自问一下 纯粹就是为了刺激 成瘾 还是 你在麻痹什么 你在逃避什么 是不是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不想一切 对 全部沉浸在游戏当中 对 这个时候你感觉自己很安全 对 恕我冒昧 我对你的成长很感兴趣 我是单亲家庭 我爸走得早 然后我妈后面也找了一个 爸爸走得早 嗯 妈妈再婚了 嗯 对 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对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男生其实他对任何事情 他很警惕 很敏感 因为他现在的状态 我分明感觉到 就两个字迷茫 一个男人在迷茫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 就是从他自己爱的女人身上 得到肯定 然后他重新去建立自己的自信 如果你真的能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用你真正的这种爱去包容他 去帮助他 这时候展现在你身前的男友 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所以女生我希望你 因为你爱他 你从比较深的程度方面 多去考虑一下他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考量如何的相处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郭红秀 谢谢老师 来 韩飞老师 就是你们俩都来四川啊 嗯 我在成都上大小 这种典型的这种男生 在成都化成爬儿多嘛 就是软塌塌的 永远被女人捏在手里面 当然地狱是一个方面 影响极小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 原生家庭的状态 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男生说了 说女生特别像自己妈妈 特别像自己的姑姑 永远对自己指责 另外一个信息是 你们在一起前半年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你没有那么多抱怨 对不对 为什么时间久了之后 你变成这样 你实际上把她塑造成了你的妈妈 就是她从小 她原生家庭的妈妈 一直给她一种强压态势 永远在指责她 永远在说她 她永远要找一个沉溺于某种游戏 或沉溺于某一种 所谓的让自己能够 暂时麻痹的一种状态当中 打游戏也罢 抽烟也罢等等 然后让自己去逃避 逐渐把妈妈就变成 越来越强势 越来越强势 她在跟你的相处过程当中 无情把你也变成了这样 而你并没有特别清楚的 你就进入她这个圈套当中了 实际上是她给你一个情绪圈套 你好好想想 为什么她愿意跟游戏待在一起 她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呢 我在给年轻人 在导读《红楼梦》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很好的 跟你们的关系很像的 一段恋爱关系是什么 就是宝玉跟奇人 宝玉准备要去学堂上去 跟孩子们去玩了 就闹了 跟你这打游戏状态一样 席人怎么处理呢 她第一点绝对不说 你不要去闹着玩 你不要怎么样 她不是 她说第一点呢 把书先读好 毕竟去读书嘛 把这个父母之命先完成 这第一 第二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书呢可以读一辈子 但身体太努力熬坏了 就没了 最后弱弱地说了一句 还不是说你一定要想着我 想着回来跟我在一起 她说了 也惦记着一点家里的事情 你看 当你意识到这样的处理方式的时候 结果就变了 为什么 因为当她 如果在游戏当中受挫 在外部环境受挫的时候 如果你是跟奇人一样 这个温暖的港湾给她 她觉得特舒服 然后这是我可以躲避的地方 我的女朋友给我的可以温暖的地方的时候 她在游戏当中输了 她就会来找你当靠山 当港湾了 可是 你现在给她好大压力啊 你一直在抱怨她 一直在逼她逼她 她觉得游戏是她可以退到的那个港湾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两个人从这关系中跳脱出来 感受一下 年轻我们总会遇到各种抱怨 各种找别人问题 但是既然在一起了 就好好珍惜自己青春的这一段岁月 二十多岁 不要回头看因为二十多岁 荒废了 没有跟一个对的人在一起 好吧 谢谢韩老师 严老师 女生看起来喋喋不休 咄咄逼人 用教育的方式要求男朋友 男生看起来不声不响 喵喵的在那儿 认你数落 但我仔细想你们 不是会说的这个就强 不吭气那个就弱 我看起来女生是外强中干 男生是心里蔫有主意 她能在这种童年的逆境中成长 她能够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 长到今天 她其实心里还是相对稳定 女生可不稳定 其实你内心特别希望依赖于谁 你刚才说话说总用几个字 我希望他 我希望他 其实一个能力强的人 不是希望他怎样 是我自己要怎样去做 因为你能力不够你做不到 所以你希望他来填补你 达不到的那块能力 你觉得我们在成都很难 我们是不是应该攒钱买房子 或者攒钱过更好的生活 是因为你自己达不到 一个人就能攒出自己幸福生活 你希望他能伸出手来帮助你 或者说你们共同完成你的梦想 所以我倒是觉得 女生你也应该改改状态 去把自己努力提升 我计划一下我自己攒多少钱 而男生我觉得 其实你这样的状态 真的不适合谈恋爱 你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 像你妈妈姑姑一样 教育你的人 你熟悉这种感受啊 你不费劲啊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那我也习惯了 反正有一个人 我知道他喜欢我 他是这样管教我的 我愿意听的时候听听 不听的时候我就躲起来 我就关掉手机 我就拒绝理他 这不是恋爱 对你来说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相处方式 所以我其实不大支持 你们在一起啊 而且女生年纪还小啊 其实更多的努力 自己要去往前走 自己去面对生活 男生也一样 你需要成长 才能跳脱出 你过往的成长环境的不愉快 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 你们多去思考吧 好吗 爱情是不着急 慢慢来吧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阳老师 来 曲总 刚才听了半天 都是女生对男生的种种评价啊 我想听听男生对女生的评价 你用一句话说她的优点 一句话说她的缺点 你怎么评价呢 她是一个平时就是对我 就是各方面都还算可以 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那一个女孩 就是用那个网上比较流行的 就是满眼都是我的一个女孩 只是平时和她生活当中 她有点过于强势 然后什么事情就相当于就是 我是她的一个助理那种感觉 女生听见了吗 听见了 所以虽然在你的眼中她有这样的优点缺点 没有听到你说她的优点啊 她的优点是什么 她的优点就是她不会跟我发脾气 就我怎么说她她都说好我错了 然后还是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这反映了一个其实情侣 或者夫妻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夫妻或者情侣之间互为镜子 你能够从你的眼中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我 同样我从你的眼睛也能看到 可能不自觉地去忽视的那一面 但都是客观存在的 其实我倒觉得呢 真正好的夫妻关系或者情侣关系来 就是亦师亦友 她现在的确很多时候她在逃避 她可能不求上进 但是也不是那么不堪 而我恰恰认为她很需要你 同时你也需要她 只不过因为你们虽然说相处两年 但是真正在一起也就半年了 磨合 现在正是楚瑜说互相照镜了 发现了对方很多的问题 就想对对方指手画脚 人之常情啊 难道管你多一点 说你多一点就有错了吗 难道我就对你不好了吗 就像我们教育孩子 我都是为你们好 先有一个前提 帮帮帮帮说的很多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不接受 其实你不接受的是什么 你抵触的是什么 并不是说看到镜子当中我的不好 我不愿意去改 而是再说那个人 在跟你沟通的方式是不对的 是不恰当的 你想想你在跟他沟通的方式 是考虑过他的感受 所以他就抵触你 为了抵触你而抵触你 不是你做的不对 所以我认为 你们俩还真是很适合在一起 你需要他的 你需要这么一个人 就是在告诉你 你怎么不好 哪需要提高 你有一个他 你会进步得很快 因为成长得很快 每一次让自己不舒服 从游戏当中出来 去做一些更上进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而你呢 你从他眼中也看到你的问题 你太强势了 情绪太使然了 对不对 你为他好 但不能操之过急 所以你们俩相处 如果磨合 现在很正常 刚半年嘛 互相发现问题 互相成长 然后你们的关系 应该很健康 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起走 这彼此成长 然后能够幸福地在一起 好 谢谢许总 兄弟 你被宠坏了 不算是被宠的 你真的是被宠坏了 你被自己宠 我很可怜 爸爸是这样 你被妈妈宠 其实就是细节 不用你自己说 我妈常说 我们想 带着儿子改嫁了 正常的心里 对儿子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姑姑 就是哥哥都走了吗 或者弟弟走了吗 这叫姑姑嘛 为什么姑姑 还经常说呀 姑姑也有爱啊 要补偿啊 继父好不好的 给这么一儿子 在成都买套房 你说他好不好 咱们什么都别说了 所以别天天丧着一张脸 有这样经历的人很多 人家活得也很好 严老师不说要自己努力吗 咱自己三十岁了 不是孩子了 你的生活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有能同啊 对 你愿意跟他一辈子吗 你想清楚了 你未来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你想清楚了 那稀里糊涂地 在那儿打游戏 不就是被宠坏了吗 改造一个男人 其实挺难的 比如说改造别人 我觉得改造自己 都特别难 其实现在最主要 要考虑的是说 他有没有可能 变成你想要的那个人 你考虑这个就行 好 男生 不为别人改变 咱只为自己 好 来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年轻人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今后肯定对于你提出我的一些问题 我会尽量地去改正 就争取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丈夫的一个角色去对待你 我希望我和你能够走下去 走到最后 听到各位点评老师的意见 我可能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 我也会尽量地去改变我的一个 说话的一个方式 尽量尝试地去尊重你 多一点包容 我也就是真的希望你不要再打游戏了 好 谢谢两位啊 来请回 好 谢谢两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碰上了情感困惑 可以拨打我们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零二二三六零六三零一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我们来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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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过去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来来 谢谢啊 怕蔗糖喝碱醇 碱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菌乐堡碱醇 凌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 打开 先搜索菌乐堡碱醇 为爱做减法 来 一起见证一下 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以为不会再打一个事 请亮灯 来 就为了自己也得把游戏给借了 谢谢 有一个好的生活态度 从借游戏开始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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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